乔先生 范先生都已到位 各位 我们的大赌局 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 好 比赛的规则是 比大小拼眼力 谁开出原石里的玉更贵 谁赢 好 好 好 既然是赌裕 那今天就特别一点 大家可以加筹码 尚不封顶 好啊 只要你高兴嘛 请 好 人 看这是什么 这身头挺稀奇的 这 这挑三千四万天脱离三个一样 范老板 你请 乔老板眼过千山 口断乾坤 还是乔老板先请 好 乔老板对自己的眼光 就这么没信心吗 好 好 我也跟上 再加一块 全跟 好 我也全跟 再加一块 真是太让人激动了 开场不到一分钟 两位老板 就已经火力全开了 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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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看看 好 看看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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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人看 好 好 真是太令人震惊了 两位老板的眼光 惊人的一致 都是纯重的翡翠 实在是难分高低啊 是啊 那照这么说算什么个性况啊 到底谁输谁赢呢 哎 哎 范老板的玉有一丝裂纹 那那这咱有个什么情况啊 这算四平啊这怎么成人 范老板 这块玉石啊刚才我也差点选了它 那这局我们就算平了 范老板 这块玉石啊刚才我也差点选了它 来 美玉赠英雄 范老板 我希望你能够遵守赌约 告诉我点石成玉的线索 救救救我家小女 按照约定 秘密我带过来了 在这儿 不过我们再赌一局 如果你赢了我 你就可以拿走 但是这次我要加筹码 我赌神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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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出落大了 你也去吧 看来是输人一博了 真好姐 我也好心 瞧瞧小姐 好久不见 还在为我之前的失约不高兴 当年我们碰面 都没说出彼此的真实身份 我找过你 但没找到 你是来叙救的吗 算是吧 我想知道你父亲所求究竟何事 你悄悄告诉我 我就当欠了一个人情 你什么意思 你父亲并不是为了 所谓的赌食大王的称号而来 与你无关 脾气真冲 少爷 看来乔老爷要的是 生死攸关的东西啊 反老板 我全部的家当 都在这儿 赌鱼加码开赛 反老板请 来啊 就这块 这医生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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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啥特别的呀 是白色的 等一等 这医生搞不好 这医生要输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灌灯 这医生的一块 太医生了 这医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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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手有问题吗 啊 知道 据说范老板能够白手起家 靠的就是这一手 点石成玉的绝火 下面我们有请瞧老板 就这个 这可怎么回事啊 这可怎么回事啊 把老板水出那个朱总门头成那样了 爹 你没事吧 好 好 好 血玉 竟然重献人间了 这 强老板 真的是 名副其实的御师大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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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巧老板 嗯 巧老板 好手段哪 今天晚上我会去找你 你会得到你想要的 恭喜恭喜啊 小伙伴 好 实在是高安